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王氏子父已究死而死 二人遂神会于王氏宅中 拆中饱含着 以别形青金蕾丝叠炼花 对拆拆为朱翠和金银和制成花朵 或其他造型的发前 连坠着固定发际的双骨或多骨长针 使用时安插在双遍 拆不仅是一种事物 它还是一种寂情的物品 古代面人或夫妻之间有一种赠别的习俗 女子将头上的拆一分为二 一半赠给对方 一半自留 待到他日重建再合在一起 心记及词住英台近晚春中的宝钗分 桃叶肚 烟柳暗兰谱 即在表述这种离情 纳兰姓得词中 宝钗弄了两分心 定缘和制施兰金 也饱含与自己所爱分离的痛楚 簪子适用于女追男簪总与爱情有关 比如其别称骚头 据《西经》杂记记载 汉武帝宠爱李夫人 有一次取下李夫人的玉簪骚头 故而得名 古代男子也戴簪 所以簪常为女子 馈赠男性的信物 古吹曲词有所思中写一个女子 为远方的情人准备了一只戴帽簪子 他用心地修饰这只簪子 加上双珠还绝不足 再加上遇事 如此珍重 自是出于一往行身 却不料 文君有他心 于是 他把那簪子拉杂催烧之 当风凉齐灰 从今以往 物数相思 相思与君觉 仙女动凡心馈赠手镯古代文学作品中 常见仙女以手镯赠与凡人男子的情节 南朝医学家陶洪景在真浩中记述 仙女恶丽华曾邓凡夫羊泉以金玉跳脱 跳脱及手镯 蒲松林在辽斋志一排鱼玉中 写无声偶入仙境艳遇一字依仙女 临别时 仙女把自己所带金万串送给无声留念 现代女性佩戴的手镯不少为翡翠才智 这种审美取向原字清代 宋书子表示 结发同心 名禅之夜花绘文金书原代诗人瑶碎 在于美人玉书自内子中写道 新装又得水仓书 赠送妻子玉书 言明其功用于她的苦心 平时无华 天然无事 却也诚意满满 我过古时 宋书子代表 一辈子都要纠缠到老 有结发 私定终身的意思 古代女子出嫁前有家人为其书头的习俗 所谓一书书到底 二书白发齐眉 三书子孙满堂 包含了家人的美好祝愿 细水长流送荷包 青蓝帝彩绣荷包 如果您囊中羞涩 实在买不起昂贵的信物 那么 荷包也是不错的选择 荷包是古时人们随身佩戴的一种装灵性物品的小包 多用于装钱 荷包的造型有圆形 椭圆形 方形 长方形 也有桃形 如意形 石柳形等 荷包的图案有繁有茧 花卉 鸟 兽 草虫 山水 人物 以及吉祥语 诗词文字都有 装饰意味很浓 荷包上秀月亮常用作定情制物 妻子送给丈夫 以示寒情默默 细水长流 来源 西安晚报编辑 西安报业全媒体编辑蜜 在西安审核 合力周速图片部分 来源于网络转载 请著名出处原标题去历史 七夕将至盘点古人常用的定情信物 Cyclopedia for Milita Y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